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抽不到進階卡也沒辦法 有啊不是12月可以換嗎 為什麼要放那麼久才能換 讓個傳流來守一下 字幕 李宗盛 改若詳細說你是什麼 老子尻死你 照樣冒死你 不怕 我全一 有這隻角色我跟你講傳奇流川 真的是完全不能打一段 這角色根本不會露傳奇流川的 他好像說要削弱 進階魚的那個 反身追鍋的範圍還是什麼的 然後還有那個 跑速是不是 我不知道啊 我只有稍微看到那個 資訊而已 沒有詳細看 可是這兩天應該會公佈吧 對啊 來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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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是魚豬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砍他跑速 這角色本來就已經夠慢了 還要砍他跑速我也是沒看懂 欸怎麼是他跳球啊 我全力加390前能 竟然是他跳球 確定你要挑戰進階魚 用這一招 在進階魚住的面前 這一招就是個笑話 他要頂了 籃板球 這場是 對決瑞琪之間 欸為什麼他們又是三排 還好 籃板球 喔這個身重寬可以喔 我們是雙排對三排這一場 欸這個可以啊 這個身重寬 這個身重寬不錯啊 灌死你 再來 為什麼連灌籃都會彈出來啊老鐵 欸 對面又是叔叔 瑞琪加 花行 是不是 欸彈出來了 欸幹 這個板看起來是身重寬的 不過被南鄉給吸走了 久絕了 又沒加灌籃 是在騙 卡到了 哇 有囉 有囉 卡拉可以 哇靠這身重寬可以啊 欸他很會玩欸 這個不錯 這是 單排來說算是很有水準的 啊 這鋪船 哎呦 幹 我知道他會偷 沒蓋到 我的 單位沒站好 哇 魚住感覺視覺就好了 對啊 有加什麼藍板競爭什麼挖鍋子 就可以了 哇靠 南鄉都他媽的能夠截球 真的是 南鄉欸 哇靠 媽的 要看到這一隻角色出截球 不知道要看幾場才能看得到一次 哦 哇靠 這身重寬可以啊 欸我覺得這場 可以減精華 哎呦哇操 因為對面也是超連的三排 這個身重寬可以啊 這個會玩的啊 這個傳音不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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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惜 再來啊 再 進 接於面前 欸一點可以 啊 沒事 哇 那就可惜了 籃板球 完 完蛋 忘了南鄉有大招 雙方比速非常的接近 競爭非常的激烈 欸這個JUKE 哇靠 啊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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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關鍵板啊被卡出去了 被那個 花形卡出去了 喔這個機制有點近 雙方回到 10比10 關鍵的一顆 這顆不會近 關鍵籃板球進隱階於 掌握到了 直接撞開花形行不行 這一顆怎麼說 再撞開一顆嗎 喔這邊傳音掌握到這個很關鍵的 二波籃板二波進攻的機會 再掌握一個籃板 哇這傳音可以啊 漂亮的傳奇螢幕 哇這個路人傳奇螢幕 真的是值得幫他做一步精華欸 這一顆頂頭進 雙方又回到12比12的平手 倒了 關鍵板 靠腰 被他抓走了 二點 屌差 欸 抓到你囉 瑞奇 欸 我就知道最後要用一個二點 這邊順勢一個儀卡 喔 反超 最後關鍵的兩分 他這顆應該會頂頭 掰掰 這就是進階於住存 喔 傳流真打不了這角色 傳流真的打不了這角色 這角色真的是完全 我覺得算是傳奇流川的克星 哇這場蠻精彩的啊 對面三排喔 我們是雙排喔 配這個路人 這個路人很會玩啊 這路人不錯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且打開小鈴鐺 這樣子隨時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囉